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姐 这 是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他 不 是保安团的人 保安团的人 对 保安团的谁 他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杀的 学姐 在吴尔浦 保安团的人去剿匪 遇到了杨卓欣 被陈连长一枪打死了 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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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 你都交给我 你把他放给我 昨天都死了 你把他交给我 我给他报仇了 学姐 你怎么进去 你把他交给我 学姐 学姐 我知道你爱姚总心 但是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学姐 不要太难过了 你把他交给我 都陈迟 你忍不住 你是看死 ixa 我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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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解恶又解乏 长得好俊 我这些弟兄们想解个渴 可就是舍头钱不够 这都是保安团的弟兄吧 抓个犯人有怪辛苦的 还财什么钱呀 进来 那好 弟兄们 咱就在这喝完酒 反正离富士城也不远了 你们几个 守在门口 来 请请 请请请 小四 来 招呼客人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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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吵 来了 来 来 来 走走走 来 来 上菜 走 在那边 在那边 好 来 来 老子们辛苦了 这台酒算是能为了大家的 好 那就谢了 来 喝着 来 来 来 这人犯了甚罪呀 不会是土匪强盗吧 你看他那个求是相当土匪的料吗 要是个杀人越货的强盗 还值得老子们跑一趟 要是个学生妈妈 还得你们大老远去抓呀 你说他是个学生 他可不是一般的学生 他是共产党 上面让抓的 不过 要是让我抓你 我可舍不得 哎呦 这老总真会耍笑了 我这绵染的身子 哪够你抓呀 那还不一抓就化了 那我呀 就把你含在嘴里头 你真会耍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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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伯菲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张是行军 岑가� kitty 抓住 把枪方圆 把枪放下去 那个枪水 把枪放下 尸子掀开 我要把枪放下 用来打死他 把枪放下 大哥担心你 让我来看看 跟我还没进村 前面的兄弟就回来告诉我 你在山上 被保安团的人绑了 我想着 你们肯定能路过这村口 就在饭店候着 没想到 还真赶上了 嫂子 谢谢你 你这么说 就不把我和你大哥 当自家人了 杨兄弟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想回家看看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你听嫂子一句 吴若浦 你是真不能再毁了 事情已经发生 人死不能复生 看开掉 你答是为你而死的 你要是再回去 你就会连累你家里人 那你拿死的不就太不值了吗 你放心 家里的事 嫂子给你办 嫂子办事 你还不放心啊 有个独独手紧油 洒到道了 恶恶地小 你唱个声 有什么事 三哥 你胡说个声 又这样说 杨兄弟和你当家的吗 赶紧让他快点啊 等会保安团人回来了 好 你看着啊 你当家的 咱回吧 他们随时会回来的 你先去外面守着 杨兄弟 赵老看 你还是跟我回后九天吧 也审得我和你打磕这心 一直为你悬着 嫂子 我不能跟你走 你还想回吾尔普啊 我要去找公君 你是个读书人 有志向有抱负 你去寻红军 我不拦着你 可是遍地英雄起四方 有枪才是离闯吗 又用得着你大哥的地方 来后九天 记着 后九天永远是你的家 嫂嫂 我记下了 大哥 清剑城还往前走啊 后生可不敢往前走了 政府军的人愁你不顺眼 开枪就伤 小心把命打上 是 一场恶战 胜了月景秀 败了谢子长 清剑城里这边的人 几乎都跑光了 那谢子长的部队呢 我就说跑北边山上去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走 我们还得多动脑子 想点办法 要不然 老爷 你先去吧 好 徐部长 你就是老杜和老拱子学生 杨作新吧 是我 我来归队了 徐部长 只可惜杜先生 他已经牺牲了 这事我已经提说了 老杜 能有你这样出色的学生 他会感到自豪的 作新 你来的正是时候 眼下 咱们队伍缺人了 有什么任务 您就翻派吧 不着急 你刚到 天也快黑了 接一宿再说 走 到这个时候 你还是这笔药子 你打算一辈子这样 给我当博姨吗 我都嫁给你了 还不够吗 不够 那你还要我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 我的心都死了 还有什么清楚 你的心没有死 只是他现在 暂时还在别人的身上 我知道你要说杨左心 可是杨左心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现在只有我胡言逵 真心爱你 永远爱你 这心你记住 从今儿个起 你就是我胡言逵的破译 从今儿个开始 你将会和我生活一辈子 从今儿个起 你的心里除了我 不准再有别人 和我对杨左心的感情 没有人能够替代 尤其我说过来 你是我的 你现在是我的破译 杨左心他死了 他死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你得到我的人 也得不到我的心 学琴 学琴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 可是我还是要得到你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要在你身上报复他 是报仇 报仇 报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来之前听说队伍打了败仗 这是真的吗 是啊 我们队伍上不光缺人 还缺武器弹药 靠大刀长矛和敌人打 损失太重了 徐部长 我有个想法 我们为什么不把附近的图匪武装争取过来 扩大红军的力量呢 苏训同志 你跟咱们老谢同志想到一答了 首长也是这么想的 我跟后九天的黑大头交情很深 要不然我现在下山去找他谈谈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你的龟先生都已经出发了 按照老谢同志的意思 尽可能把附近能争取过来的图匪队伍 都给他争取过来 后九天包括陀螺山 座星啊 你刚才说到 跟后九天的黑大头关系特殊 我看我不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关系 这样 明天我去找一下老谢同志 把这个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好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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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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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去哪儿啊 去丹城城 过不少了 往哪儿坐啊这是 你们是后九天的吧 爷我就是后九天的黑大头 黑大头 你是井水土地藏 我是河水地皮流 咱俩互不相干 我走我的路 你做一个匪 哼 这话就不对了 既然爷我是匪 我今儿就得劫你这过路的财 你听清楚了 这可是省里新来的吴大爷 给他那岳母大爷送的新日鹤里 你最好给我把路让开 我要是不让 放肆 吴大爷是中央派来的 你要是不识相 吴大爷叫省里派下队伍来 踏平你的后九天 我告诉你 别我偏不信你什么大员小员的 就出你今天这句话 我就不能鼓手疯过你 好啊 兄弟们 跑大会儿 小子啊 就凭你们这鸡敢破玩意儿 还敢能不能拽 乖乖 给他们坚持坚持 是 李大卫 上哪 两家伙 好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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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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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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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路了 黎马仁 就你是拉大地 西北连天一块云 乌鸦落在凤凰群 不知哪是军哪是陈 绝自绝来天自陈 不知黑云自卑闻 是走路啊 还是后着 后着爹 听话音好像是黑大哥呀 兄弟 一块儿蒸下地盘 说吧 黑大哥 别开枪啊 黑大哥 我是黄三狗啊 三狗兄弟 是你呀 是 黑大哥 我说 你也混入黑道了啊 你的人吗 是 黑大哥 这日子不好过 就纠结了你的兄弟 干上这个了 不过 这来钱隔壁耍钱快呀 只算不赔呀 我说 想跟你小子搭着这条命 你就不这么说了啊 混得不错了 黑大哥 这辈子谁都不服 就服你 这赌钱 我不是你的对手 轮干账 我还是你的手下败将 哪儿的话 黑大哥 我先回去了 我手下有两个兄弟 让你脸珠枪给吐吐 好 我先带他们回去看看 那不叫脸珠枪 那叫啥 鸡管枪 管他叫个事 那我先回了 三个兄弟 拉上一车祸 哪个兄弟 哪个兄弟 这货是你结的 就是大哥你的 喂 你是我兄弟 我能让你白跑吗 既然是兄弟 就得一字当先 嘿嘿嘿嘿 钱财算个胜啊 喂喂 哎 货三刘一车 那车给我三个兄弟拉走 好嘞 嘿嘿嘿 嘿大哥 兄弟在南边不远的陀螺山 如日后有事拆遣 庞克令 兄弟 付汤到火 再货不服 好 三个兄弟 有你这句话 咱就没有白结交 好 告辞了 谢谢大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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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伽一扯货 走 何伟修 梦咱走 ел Cheers 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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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咱们发财了 发顺财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哪家的财厨啊 不是财厨 是当官的 那我还真得去看看 伏地皮两张 帮我皮两张写下来 忙着呢 要你章下来了 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啊 你忙啊 哎 狐狸皮三张 写下 玉佩 一百二十六块 珍珠三串 哎 把金货点一下 银元 三百八十大洋 哎 你能拿的 嫂子 这东西啊 不能拿 卫山 卫山 卫爷交代了 少一件东西 都不行 哎呦 这又不是金银财宝 你只笔而已 嫂子 范交官交代了 说治军要言 如果少一件东西 让卫爷知道 我们脑袋瓜子都不保 你放心 他怪的下来 我替你担着啊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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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想要 等我们入了账 你给卫魁说一声 想拿多少 拿多少 我不说 我就在这儿拿 你让不让我拿 啊 哎 哥 回来了 这一天下来真够恶伐的 你做剩啊 剩东西 这是个剩啊 割着嘞 哪来的 从你那堆东西里捡的 你看看 那么多金银财宝你不捡 捡他做剩 这东西难得 留给咱妈日后学字写字用的 那可不成 那怎么不行 咱妈以后啊 就得像杨兄弟那样 当个文化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咱儿子呢 是老大 老大 就得有咱陕北厚城的样 得让他秀 等老二的时候 再让他指文断字 白日做梦了 老二 别个人都没有 既然是摩友 那咱就拿他一个 不许 这个事 这个事情 特别人 已经走 我们已经想起来 现在上面传下来的命令 责官下来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想啊 这第一 这吴大元的礼 是送往丹州城的 这跟咱们本来就没有关系 这二呢 那黑大头下手的地方 是丹州的地界 这案子本来就该归丹州管 可是别人说了 黑大头 是咱们富士县的土匪 事情又是在咱们 富士县境内被做的 你让我怎么解释 县长 依属下看 这个匪咱必须缴 废话 说得轻巧 几个共产党 就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了 还有 缴匪要军饷 军饷呢 不可能让你我出吧 难道上面不给军饷啊 废话 上面要是给军饷 我还招什么急 上面说了 要等到缴完土匪以后 再论功行赏 还是跟不给一个样 现场莫急 上边不给咱们也有法子 什么法子 黑大头的那些枪炮 是杨虎城所赠 杨虎城其实是想把后九天 这些人马给收编起来 还派了一个姓范的教官 去训练那帮子土匪呢 你说那个范教官 那是我军校的同学 不过那小子 样样科目优秀 比我也就高出这么一点点 陈团长这话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当年你在军校的时候 这科目样样不及格呀 你他妈 好了好了 我说你们俩在一起 能不能就有不红脸的时候 说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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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杨虎城跟后九天有瓜葛 能不能让省里下到令 叫杨虎城讲了那个黑大头 这可不行 第一 杨虎城和黑大头是故教 找个托词也就躲了 第二 杨虎城根本就不受省里的管辖 省里下不了这个令 这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子 嗯 这法子就出在杨虎城身边的 这个范教官身上 哎 你想打我老头 要什么主意啊 来 来 县长 好 好主意啊 啊 既然县长同意了这个主意 现在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人选吧 我倒是有一个 哦 县长这是胸外套略啊 只是不知这人选究竟是 看来 我只能是忍痛和爱了 嗯 杭秘书 对 就是他 不过他一个人去恐怕是 鼓掌难免 还得给他派一个助手 谁呢 和帽子家的老三 和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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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心啊 就像老谢同志讲的 一旦黑大头被我们争取过来 我们得到的可不仅仅是一支队伍 他会对整个山北的突飞武装产生影响 所以意义重大呀 我明白 我一定会配合老公先生 尽快让后九天的队伍投奔红军 好 坐心啊 我们一直 徐部长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老公就在后九天的路上 被拖落山的土匪绑票了 拖落山 绑票了 对 既然是绑票 那他们肯定是要输金了 他们让拿钱输人 开价五十块大洋 五十块大洋 他会变成了 不然 不然 我好想知道 你一切会变成了 我一切会变成了 你一切会变成了 这些人 就我一切会变成了 我一切会变成了 你也有关钱 在这边 有关钱 你一切会变成了 那你一切会变成了 那我可以变成了 这些人 他就会变成了 没有 这些人 你不带钱 怎么去救人啊 有把握吗 我试试吧 好 佐金同志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这钱 你还是拿上吧 徐部长 这钱既然不够 还不如不带 我看 还是留给队伍里的伤员吧 这个走上来 这是炒炸弹打出的高路线 高低 远 近 这样大的人高 哦 报告长官 什么人 杨斯林派的人来了 这在外边等您 谁 姓庞 说是个副官 庞副官 杨斯林身边没这个人 走 看看 你们几个好好学啊 哎 走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危险 这就是庞副官 您是范教官吗 我是 您是杨斯林派来的人 知道有什么事吗 真说话不方便 王见人啊 请坐 方才在下 冒用杨虎城杨斯林的名号 还挺见谅啊 在家姓龐 是福尸县红县长派来的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前两天 后九天的人 结了两车的祸 范教官恐怕还不知道此事吧 这有什么奇奇怪 他后九天的人马本身就是土匪 可他们结的是省里吴大元的祸 你想威胁我 他不敢 在下知道 您是杨虎城司令派来收别后九天的人马的 可是省里也下了令啊 让我们县长灭了这会儿毒匪 你说 这我该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杨司令给我的命令里没有这一条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之 这我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得要告诉你 万一将来您收编不成 到时候 还请您转告杨司令 这后面的事情 还得交由我们来接受 好吧 这样你说的意思 您请问 不 我就在这后九天的山上等着 你是等着我收编不成 看我的笑话是吗 绝无此意 那您什么意思 在您收编没有成功之前 我绝不插手此事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一点小小的意思 用你收下 不 这 这是我们红县长的意思 好 那我先收下 费老弟 你也在啊 范教官 接着 怎么样 训练的 哎呀 范教官叫导友方 李兄们大有长进 哈哈哈哈 好啊 虽然这喝酒店 不是正规部队 但兄弟们个个不软 哈哈 等你们把这些东西 都摆弄熟了 杨司令派口的任务 就完成差不多了 听这意思 范教官是要走了 是啊 只是杨司令 交给我另外一个任务 上次完成 这心哪 多些不安 哎 你们先出去 好好学啊 来 范教官 你指的是归属国民军的事吧 是啊 我跟司令说过很多次 他就是避口不谈 司令的心思 我最清楚 他是吃不准 这国民军和共产党的红军 哪个日后能成大事 咱远的不说 就说这陕北的共产党 已经是秋天的落叶一败涂地了 谁会不清楚啊 可 我有一个事 总糊涂着 范教官 你说这 国民党和共产党 以前不是一家子吗 怎么就就就 闹分家了 老爹啊 这道不通不与 我们主张三民主 他们主张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到底是个肾 简单的说 就是共产共妻 肾叫共产共妻 所谓共产 就是把有钱人家的房屋 田地 钱财系人 通通分给那些没有钱的穷人 这是好事 要是这样 我们这些土匪 也不用在这山上 打家劫舍的了 下兄弟 这是好事吗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蛊惑吧 这故意你们上当 我跟你说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条 哪条 就是共妻 甚叫共妻 就是把你的婆姨 白白地送给别人家使用 这 这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叫共产党呢 我听说 不少人跟着共产党走 那个杨作新杨兄弟 他就是共产党 他可是读书的人咧 我也是读书的人 可我就没上共产党的当 这世上有读过书的 也有没有读书的 这都弄明白的话 这世界上还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呗 老天 我觉得你是个有读书的人 我觉得你是个有读书的人 有时间呢 你帮我确决司令 只要归属国民军 他日后才能这么大事啊 你想想 不管在山上当土匪 还是跟着共产党走 都不会有好结果 卫贵 在这后九天上 你是我最信任的一个 投不投国民军 你是个圣主义 司令既然抬经了 那我就直说了 咱该归顺杨司令 道理嘛 你说的跟范教官 没剩两样吧 那司令的意思是 按说呢 归属杨虎城 不是不行 可我这心里 总是有个事放不下 司令说的 是杨作新 杨兄弟吧 我杨兄弟可是个 有胆有识 有文化的人 要我看 他日后就能成大事 况且 他是我的兄弟 这事啊 我还真的问问他的意见 杨兄弟是共产党 自然会劝着司令 跟着共产党走 可 司令 现在得势的不是共产党 何况范教官说 这共产党共产共弃 所以 这话我也不信